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iPhone实验室的便利小技巧 首先我们从设定开始 找到iCloud 进入 好 寻找我的iPhone 点开 寻找我的iPhone 开启 传送最后的位置 开启 完成了这个设定 假如有一天你不小心丢了手机 iCloud 就会帮你找到 OK 我们实际来运用一下 打开Shuffle 大家也可以通过你朋友的手机或者你的电脑 输入 iCloud.com 进入iCloud 中间有横 打开寻找我的iPhone 打开 OK 正在定位 好 目标已出现 点开iPhone 下面出现呢 动作 点开动作 最左边是播放声音 假如你的手机就在家里找不到 你就可以播放声音 OK 最右边呢 清除iPhone 点开 清除iPhone 当你确定你再也找不到你的iPhone的时候 你就可以清除iPhone 把里面的数据全部清除掉 为了你的自己的安全 密码的安全 OK 那中间一个是遗失模式 我们点开遗失模式 开启遗失模式 这时候你可以输入一个号码来 电话号码 输入你朋友的电话号码 或家里的电话号码都可以 8039 580469 这个输入的电话号码 会出现在你丢失的手机上面 让对方好联系到你 OK 然后点完成 你就等着有人会联系上了 MinaSama 寻找我的iPhone真的很便利 大家一定要使用它完成这个设定 谢谢大家